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这个搜索里面就有了 我去看看 这些这么靓仔的木制品 那个J字头的跳祖市场找不到 这里也找到,很漂亮 又或者这些杯杯碟碟 充满泰式风情的 这些制品有些人可能觉得老土 但是某些人觉得很高贵 可以做手讯有多不错 其实如果在家里放一桶的杯碟 就直接升级了 价钱还要是不贵的那一只 你知道泰国买东西可以说价了 在这里买一只可能300元 如果买五只可能200多元 考虑大家猜不猜到这些是什么呢 原来是椰壳 椰壳也好像这么漂亮 没错了,比星太多 价钱150匹有交易 又或者看看这些碗 原来是用木做的 真是猜不到 价钱都是一百多十匹有交易 看看这些公仔 哇,佛靠金庄女 原来是放蠟燭的 挺有趣,挺有趣 再不是看看下面这些 也很漂亮 还有一件事不说你不知道 设计得这么漂亮 原来是用招数来做的 真是猜不到 价值一百九十匹 哇,这间店值得介绍了 它在跳组市场都有 但跳组市场只开星期六、星期日 走一开,在哪里买得来 这里就买得到 这个颜色多鲜艳 咦,冬日梅都在里面 它选了什么 看看 我这个套装 一颜色三洋 价钱一千二百匹 有袋 有帽 有帽 还有大袋 还有 另一样很受香港朋友欢迎 就是这些杯杯 有没有搞错 香港没有 香港有,但是这里 漂亮和便宜和设计好 举例这间店 以黑白色为主 这支筋更有型 这支碟也是 这支筋三十五匹 这支筋二百六十匹 你看,就像艺术品 有没有收到街道 这支筋三十匹 你看这些粉 有大量的 我才是符合 可以用水 290匹、150匹有交易 有些款式我還沒見過 再不然買一個藤纜也夠好 可愛,輕鬆一點 拿去野餐也夠好 商場地庫部分 更加一部分的店鋪 專門為身分人事而設 像這些 買一些回禮的產品、紀念品 你可能會說 我沒時間了,我沒帶你走 大佬可以結婚,一早預計 不是今天決定結婚,明天假的 一早知道你六個月後會結婚 就來這裡訂購 花時兩、三個月時間 就可以得到這些產品 這間店鋪可以幫你量身訂做 像這些回禮的盒子 相當精美 價錢方面,以五、八個來算 每個就十三匹 都不算太貴 當然,越多就越便宜 越少就會貴一點 又或者趕著結婚 不是 下個星期擺酒 今個星期立即要生孩子 所以要即時買 不要緊,這裡也有現身貨品幫助 像這些叉匙套裝 五十件 六百匹 即是圍到兩個多港幣 一盒就划算了 上一層樓,看看冬日會賣了甚麼 空手而回,甚麼都買不到 為甚麼 這件衣服很大件 沒錯,原來就是玉女時裝 有玉女的女士 像這件晚裝一樣 千二匹 尺寸真的挺大件 這間店鋪所賣的時裝 主要是為玉女而設 除了衣服之外 連絲襪也有家家的大馬 甚至乎空圍內褲也有 你穿得起嗎,姐妹 其實這個商場 像跳祖市場一樣 有成千個檔口 雖然有冷氣,但不斷走也累 限頭以外都是按摩店 哇,還超便宜 有冷氣的也好 250元一小時,很划算 這間店鋪所賣的 就是一些錶盒和手式盒 像這個一樣 設計不錯 你可能會說,這些盒我也有 但香港一定沒有,就是這些盒 知道賣甚麼嗎? 擺甚麼呢? 就是擺佛牌 電視機旁的你可能也有帶佛牌 但佛牌一定不止一個 有很多的 那怎麼擺呢? 用月餅盒裝著 擺在這裡就對了 擺得好好的,擺高 這樣就漂亮 不過以為你的佛牌這麼大 我幫不了你 甚至入鄉隨俗,來到泰國 買法杰和泰國有關的T恤也夠 99匹有交易 告訴別人,你來了泰國 這間店鋪所賣的衣服 都相當有創意 不是普通的T恤也很簡單 而是鴛鴦T恤 適合一對情侶 一男一女 或者兩個男或兩個女 都可以 一買一箱 沒錯,一個箱子裡面有兩件 又或者情侶套裝的 不一定是一齊穿同一樣的衣服 像這些設計 AOVE,一人一邊 這樣也可以 商場這一層以買時裝為主 於是皮袋當然不少 這個五千匹有交易 用真牛皮做的 其實這個款式都相當多 不過都是以女裝為主 或者像這個 三千元有交易 很貴,每樣都很貴 想買些便宜嗎? 那邊也有,這些超便宜 250匹有交易,還有很可愛 正如WeK Market一樣 裡面有很多女士的飾物 這些飾物可以說便宜到 根本上不用看價錢 說買就買了 這裡的種類、款式都相當多 當然可能會說 跳早市場就有 但也是那個人 跳早市場就是開星期、星期日 這裡每天都開 所以隨時都可以來這裡買到 我們要來這裡有很多 我們要來這裡買一個 今天都會在哪些 我們要去洗澡 還是要去洗澡 就不會說 這就是一步 我們要去洗澡 不要再洗澡 但我們要去洗澡 我 我們要去洗澡 我們要去洗澡 然後 我們要去洗澡 葱哥, 提提你, 花椒手工很精美 完全是用手做出來的 不就是用電腦蓋出來的 街頭航尾多伊蕩 那究竟是賣給甚麼人呢 或是賣給有車人或有家人的人 他人信奉佛教, 家裡也放了佛像 於是這些就用來放在佛像前面 車裡面雖然有車神 於是就放在車裡面 希望能夠駕駛平安 但也要看自己的手勢 這間店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所賣的不是標本 是真正的甲蟲 當然作為遊客 未必一定會來買甲蟲 買了未必可以回到香港 但這件事真的挺有趣 原來泰國人可以絕對 將自己的興趣變為一個生意 因為店主喜歡甲蟲 結果可以做這間店 你看,我們養甲蟲的泥 有關木材、食材、打理工具 各方面全部有齊 甚至如果是粉絲的話 有關的T恤都有 種類繁多,各種都有 更有趣的就是這些甲蟲 原來全部幫它起名字 有名的,有名有姓的 不是隨便小強那麼簡單 這隻也是真的 在商場裡賣甲蟲 它可以賺到多少錢呢? 不過無數是泰國人都是好玩 最重要是好玩 好玩閒頭,能否賺到錢 這件事 這間店的產品值得介紹和講解一下 以前泰國的小學生上學 不是用飯盒 是用這些器皿 裝飯、裝菜回去吃 你可以三菜也可以 兩菜也可以 四菜也可以 好像百多匹有交易 又或者可以想想 以前在香港工廠區 那些人回工廠 都是用這些器皿的 進去看看才行 是不是好像以前工廠時代的工廠飯 甚至乎這個烹飪 我記得我婆婆煮的豬腳薑 就是用這些 但這些不是來自香港 也不是來自國內 是來自泰國,泰國製造的 你會看到 譚觀也是泰國製造 仿中說得好似 值得告訴你 這裡長期有假的東西賣 沒錯,是賣假的東西 什麼假的東西? 假花,雖然是假的 但假得很漂亮,很漂亮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假的東西 水果也是假的 真正的身份原來是… 番茄 還很香 芒果挺漂亮 還有其他水果、山竹、香蕉 各樣都有,150匹兩塊 再不是,買一些扮花都可以 扮花的番茄都是150匹兩塊 除此之外還有花式甜餅 甚至乎cupcake的番茄都是100匹一塊 商場的二樓部分 其實都有很多藝術品和裝飾品 當然你不會買一個大公仔 就是獅子回香港 但總是小眉小眼 小眉小的東西可以買回去放 也挺漂亮的 就像這間就是了 這些假水晶 放得不是假的 但不要緊,最重要是漂亮 可以像前面一樣 放在房間也夠漂亮 但當你如果在這區裡買東西 買到很熱的話 都不妨走來這裡吃個food court 價錢不貴 兼且有懶 在這裡是最大的賣點 food court裡有一種超級邪惡的甜品 就是甚麼呢 芒果糯米飯 非也 比芒果糯米飯更加邪惡的 就是榴槤糯米飯 即是Cowneo 2年 價值80匹 哇,你看,多邪惡 泰哥在榴槤種類之中 較為OK 又不太貴 又好吃又受歡迎 就是這個網上金枕頭 這個榴槤糯米飯 是用金枕頭來做的 哇,看到就覺得好吃 因為這間小吃 其實說真的 這類型的芒果糯米飯也好 或者榴槤糯米飯也好 其實泰哥很多的商場food court 都可以吃 但若然在這個 窄到窄這個area裡面 你去完跳祖市場 又想坐定定 不要滴汗 吃榴槤糯米飯的話 唯一選擇就是來這裡 其實也算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近晚一些草根地道的夜市 譬如火車的夜市也好 這個JG的夜市也好 裡面除了賣東西之外 就多了很多pub and restaurant pub and restaurant 顧名思義裡面有酒喝 有東西吃 有歌廳 那很多泰國人都會來光顫 那個價錢其實都是相宜的 因為都是地道的 舉例,譬如這一家公司說 炒飯100匹左右 東蔭公120匹 都可以的 口味十分地道 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會看到泰國人在這裡 喝酒聊天 就會小聲 就不會很大聲 也不會菜啊菜啊 開閃氣 也不會這樣 這就是泰國夜生活 很可愛的地方 其實閘道站這一區 除了午餐市場外 還有一個夜市 就是後面這個 這個夜市不是新開 也有幾年歷史 但是之前開過 突然又倒閉了一輪 現在重新開 比以前更多東西看 更熱鬧 這個夜市之中 004時有幾間店舖 賣一些懷舊的產品 可以說是Vintage的產品 可以這個 這次不是唱 這是當年的攝錄機 2300匹有膠液 能不能夠用 不知道 但拿回家放也夠帥 甚至乎黑膠碟都有 收音機都有 對於一些喜歡Vintage 產品的人士來說 這裡也是一個金礦 可以用來尋補的 連續幾間的Vintage 古舊產品店 究竟這些產品來自哪裡 真是無從稽巧 有舊的車牌號碼 也有舊的玩具 各樣都有 究竟什麼人會來買這些Vintage的產品 六十年代的焗爐廚櫃 還有七十年代的座椅 更精彩的是前面唱片機 更有效的 最適合那些老古董 部分店主知道 賣這些Vintage古董 有多少知音人 可能沒有人幫助 所以索性轉型 可以用這個檔口才算 除了賣古董 還賣了咖啡凍飲 就是這些Vintage咖啡 喝的方法很男人 比較豪邁 這個Vintage咖啡 製法有點有趣 因為已經冷凍了 所以弄得很快 所以要用一個櫃去搓搓 搓搓搓搓 搓搓搓搓 把裡面的冰 盡快溶解 然後賣給人家 然後賣完了 如果中心真的會跟 geg bottom Three咖啡 MARTIN elimino כ用拼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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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ー 是接受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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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 其實所賣的不太特別 但盛在夠熱鬧的原因 這一檔所賣的圍裙充滿 迎價色彩像我這件 牛仔布做的300匹有交易 便宜一點嗎? 這檔, 迷彩, 大約160匹 然後還有其他不同的款式 甚至負電, 冬日煤試 冬日煤煤煤煤 這個檔口絕對可以用廢物來用 這些用來裝化工原料的箱桶 現在變成一張椅子可以用來坐 兼職可以用來擺東西 甚至變成貓貓的家也可以 價錢多少?850匹 不是850匹一張, 是一加四 一個大加四個細, 為之850匹 是不是很划算? 這些領胎很漂亮 當然不是領胎, 是相機帶 350匹有售 不同顏色, 不同設計 當然是 已經是 很多人可以測試 幾乎是 我的碗碗碟 經常說, 夜市會有機會撿到店 這樣是二手相機的地方 你看看 這部相機 夠經典夠傳統 6000匹 我說不好,買回家放就夠好 但是買了,沒有菲林 又要有菲林買的 這個夜市開星期四、五、六日四晚 而星期四晚店舖可能沒那麼多 星期六晚是最多人來的 如果你不想這麼迫 星期日來就會好一點 與此同時,據這裡的負責人所說 裡面這裡差不多七、八、八個檔口 也挺多 就眼看起來好像月夜都差不多 不是的 你花小時間總會找到一些東西 一些貨品,其他夜市沒有 與此同時也要解釋一下 今時今日來曼谷的人有很多 有些人喜歡吃夜市,喜歡吃家歡 有些摩天輪夜市就很開心 來到這裡就說,全部都是舊的 那些東西好像很髒 那些東西都不對 但反過來 有些人喜歡一些壞的東西 喜歡地道風情 來這裡就很喜歡 去到摩天輪夜市 全部都是遊客來的 不喜歡走 都有 正所謂的一句 百貨賣百客 看看你喜歡什麼 什麼人就喜歡走什麼夜市 所以我自己來說 較為地道草根 我就喜歡這個夜市 這次太美 滿天演變製了製的臉 流狂喝杯乾冰堤堤堤堤 流狂喝杯乾冰堤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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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堤 細亭靈體 亮眼大堤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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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atm!! э assets 要记住 泰国无问题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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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ni come